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安家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来到曼哈顿的上西城 上西城也是纽约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居住社区 今天我们不仅要介绍上西城 还要带观众朋友一起去看一栋非常有特色的 Bronstone Town House 当然我们要先会会今天的节目嘉宾 马景您好 嗨 陈东老师您好 您好 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又见面了 对对对 我们上次是在上东区 对对不对 今天我们换到了上西区 对 这个社区我也非常的喜欢 所以你认为上西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我认为上西区最大的特点是 它比上东区更富有生活气息 因为上西区的最上面呢 是靠近沉边高地的哥伦比亚大学 往下是林肯中心 所以说这里就有很多文化艺术交流的气息 是的 所以上西区给我最强的印象就是一北一南 对 两个最重要的文化艺术的重镇 都是在上西区 对 那中间还有这个美国历史国务馆 对 而且刚好上西区还夹在两个公园的中间 对对不对 对我们现在这边呢是河滨公园 对 Riverside Park 对 然后在上西区的东边呢是中央公园 就是中央公园 对 对 对 所以这边非常适合家庭居住啊 然后从老到少啊 他们都有可以自己想去的地方 嗯 所以马姐你看我们走在这个上西区的街道就一下子感觉到就比较安静下来比较宁静的感觉对不对 对对对这里完全没有中城的那种喧闹嗯也没有当胖的那种啊灯火通明对 非常适合这种家庭居住的这样的一种社区对对这边也非常多的公园然后很多绿树成荫非常适合家庭对 对那我也听说上西区其实交通也是很方便的地铁线也很发达啊对对对 呃上西区有两条地铁呃一个是我们的红线一二三线和蓝线AC线对对可以非常快速方便的带纽约客们去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对 因为我听一些朋友说啊他们搬到上西区也是冲着上西区这边的教育资源嗯 很像也有很多很好的公立私立学校对对您说的对上西区有非常好的比如说排名第一的Trinity School 嗯还有一个是大都会蒙特索利学校啊都非常好这两个学校都提供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的教育 OK所以你看这个上西区一听就感觉到是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宝藏区对完全对而且我看他这些房子你看都保养得非常好很有特色对这边有应该非常丰富的这种Bronstone Townhouse的资源对对上西区有一些非常特别在其他地方都见不到的Bronstone Townhouse的资源对对上西区有一些非常特别在其他地方都见不到的Bronstone Townhouse的资源 嗯对所以今天你是不是要带我们去看一个很有特色的一套Bronstone Townhouse对今天我就带您看一套非常特别呃咱们非常少见的一套Bronstone Townhouse是吧嗯OK好那我们去看看好 所以马景今天我们是走在上西区的76街上对对对这条街绿树成荫非常的安静是的嗯可以感受得到对对嗯我们路的左边呢所有的这些呃房子啊都是呃蓝碗都是需要美 纽纽纽纽纽政府保护的嗯所以说这些楼上的细节啊呃从几百嗯一百多年前留下来的细节都需要呢呃 ä被保护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种的Ton House外观是不能随便被拆除的嗯嗯或者改变的对 所以一定要保持它这种历史的这种印记 这就是纽约的房产的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 对 您刚才说到棕色的街牌 对 所以有棕色的街牌 就说明它是需要纽约政府要保持原样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的 对 这就是我们要看的房子了 就是这一套 对 您感觉怎么样 这套真的是挺气派的 首先你看它是红砖的结构 对 是不是而且很多的细节看上面 对 红砖的所有的细节全都是在烧制的时候 就要把它烧制成功的 你看这个外观 对 包括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台阶 非常的宽 对 您在纽约很难见到有这么宽阔的台阶 入户台阶 是的 对 那整个楼的宽度有多宽呢 对 这个楼整个的宽度有22尺宽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宽度 在纽约到18尺20尺就已经算是非常的豪宅了 现在我们这个房子有22尺宽 进去的感觉非常不一样 是 而且我发现这个外观确实现在是造不出来 对 你看有很多雕化的细节 包括这个台阶 对 所以到底真的是哪一年建 对 这个房子是1900年建造的 1900年 对 现在有120年 对 确实比我们两个人的年龄加起来都很多 对 所以这个房子真的是很有历史 但是从外观来说的话 它其实保养的还是不错 对 连它所有的一些细节都还在 对 您看它的窗台啊 包括整个砖 它都是非常齐 非常sharp 就非常尖锐的这个转角啊 对 都可以看得到屋主历来对这个房子都是爱护有加 嗯 住在这里面的人呢 呃 应该也都是非常有财力的 一直对这个房子进行非常好的维护 是的 对 对 那里面是什么样一个建构 啊 里面 这个楼一共有六层 再加一个屋顶露台 哇 六层高 六层高 加屋顶露台 对 这还不算我们最下面的地下室 啊 所以说 呃 除此之外呢 里面有五套呃 卧室 五套卫生间 两个半卫生间 啊 然后呃 呃这个房子特别大的亮点就是在于他有很多的室外空间 对 他的室外空间因为咱们的房子是朝南也朝北 嗯 所以他的室外空间也有向南的也有向北的 啊 我们有这个屋后的花园呢 哇 马姐我今天走进来看这一套的房子真的是给我感觉有一点意想不到 这是一个实际上是很没有完成的一栋大房子对不对 对这套房子啊还是在施工中啊但实际上呢现在的屋主啊因为他呃改变想法了所以说他就决定现在就已经停工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房子 OK对所以这个房子实际上来讲应该说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嗯但是现在的屋主当时买下来的时候对就想把它进行彻底一个翻修对对因为我看这个装修应该是非常彻底啊对不对对那现在来讲的话他中途改变主义啊所以是等于说是一个完成中的一个房子在售的对OK确实是因为在这个价位的 买家他们可能对厨房的样子呀对很多细节呀都有自己的要求嘛所以现在他就说那我们就留成这个样子啊把所有的管道把所有的店把所有的管器道都已经做好剩下的就由新的屋主来把它完成嗯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么一大洞的房子如果要进行彻底的翻修嗯那肯定新的买家说我到底还要投入多少嗯我在哪一些方面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提升 所以你刚才讲的很关键就是说一个房子里面最重要的一些工程已经是完成的对最重要的工程已经完成了最让人头痛的就是给这个房子申请permit就是动工的许可嘛包括改管道呀包括重新呃换他的水管啊都需要这些许可这个屋主前后一共花了三百万美元已经把所有的这些基本的工程墙后面的全都已经换成新的了也就是说他买下这个房子以后 为了这个装修已经花了三百万美元去了对对嗯因为这个屋主他的家族我们不可以啊更多透露他的细节但是他的家族是非常有名望的啊房地产的一个大的家族所以说他们就用最好的他们的资源用他们最好的建筑管理团队啊来帮他们做整个一套工程嗯嗯所以您看到很多细节 我待会要给您看都是不计成本的ok嗯好所以现在我们站的它是二楼的一个挑高的一个大厅嗯对对所以你看这个层顶非常的高对有多高的这个层顶要将近十五尺高啊十五尺的话差不多是呃四米五到四米七左右吧 嗯嗯这个是我在看这么多的这种townhouse来讲真的是很难见到对有十五高层顶的这样的一栋老房子里面对对所以你看确实我们可以外表看得出来就是说基本上现在剩下来的装修的工程 就是外表就是外表的一些看看你是用什么样的风格来装修了对就是材料啊颜色啊就是这些包括您看那个是它的气孔都已经都设置好了嗯所有的呃供暖供冷还有包括说所有的水管还有这个呃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呃呃这个是它呃天然气的壁炉壁都已经改好了你的后面的管道都铺好了对都已经改好了我们看房子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些细节嘛嗯嗯 嗯嗯嗯嗯其实因为屋主他不计成本的投入所以说无论谁在买这个房子他们买到手之后都其实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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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他已经是在赚钱了嗯嗯嗯嗯我们行业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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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一个装修的团队 来做后续的一个装修的工程 可能又得重新开始 那所以说是不是 有可能用到原来的 这样的一个管理装修的团队 来进行下面的工程 您的这个顾忌是非常有道理的 尤其很多国外买家 他会很害怕 自己承担这种装修任务 所以说这个房主 他已经有自己的设计师 有自己的工程师 有自己的建筑团队 有他们自己家族管理的 就最好的这个建筑团队 他们新的买家 可以继续沿用 之前的这个设计团队和建筑团队 来完成没有完成的部分 所以每一个空间 都有这么一个效果图 对 所以你完全可以根据这个效果图 再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 做一些改变 对 在咱们的效果图 可能看到很多 因为这个房子原本的颜色 是深的木色 就是胡桃木色 但现在他们主要的色调 可能就会是相对来说比较浅的颜色 对 因为现在的这种风格 就是一种简约的 对 这样的风格 所以我看这个地板来讲 你看这是新铺的吗 这已经都铺好了 对 这个地板是已经完全铺好 但是一部分是新的 一部分是现在的团队 把它重新换掉的 但是因为它做工非常的棒 所以说您看不到任何的衔机 还有不同的颜色色差 OK 也就是说这个地板实际上是原来的材质留下来 对 但把坏的一些修好以后 这真的完全像新的一样 而且是这种人字的这种拼法 对 这个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拼法 对 而且在这种有半圆形 有这种层顶的这种房间里面 人字的拼法特别显透显效果 对 是 对这个townhouse进行翻修来讲 其实很有讲究 如果你把原来所有都拆掉 进了一个新的 意不大 对 因为历史的这些很好的东西 其实要保留下来 你看这个柱子应该就是原来的 对 你看这个柱子我手摸上去 手感就不一样 对 非常厚重的木头 对 非常厚重 很结实的这种 过去的老木头 真的是非常结实 对 然后包括上面有非常细致的雕花 现在已经非常难找到人 去做这种雕花了 是的 所以我认为就是把它颜色改一下 重新改一个现代的一种颜色 其实这种风格是很有特点 对 这个颜色可以就像是我们的这个扶手一样 对 这个楼梯的扶手 这个楼梯的扶手应该也是有改变过 对 对 对 您的眼力非常好 这个楼梯的扶手其实原来是在这里的 是很矮的 对 原来是矮的 对 因为它是120年前的房子结构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普遍都长得更高一些 所以说他们为了把这个就是保留以前的原汁原味 对 还把它这个楼梯扶手加高 它就做了这两个新的 你看这个颜色就不一样 对 对 然后把以前的这个嵌在中间 是 但是从咱们一眼看出来是完全看不出来有改变过的痕迹 对 做得很用心 是的 对 你看这些做工就很细 而且这个是很跨工的 对 对 它为了增高一下 你看所有的要要要这个楼梯的高度要改变 对 对 它要把所有的木头一块一块都拆下来 重新重新做 对 再拼回去 然后再把整个楼梯再放上去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它因为是要买来自用 所以说当时的做工是不计成本 对 我们是不是去卧室的空间去看 好呀 我们看一下楼上 好的 嗯 我们现在在的空间是主卧的一部分 是主卧的library 所以整个第三层都是一个主卧的空间 对 对 我们现在是朝南嘛 所以它南边有个小的室外空间 嗯 然后现在的屋主呢 本来是计划用整个这一层就作为它主卧的活动空间 屋主人的活动空间 嗯 所以你看有一个露台 还有壁炉 对 对 还有壁炉 对不对 嗯 我们看到这个效果图你看就可以看出来 对 它确实不是一个卧室 就是一个主人休息或者办公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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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不对 所以这边是一个卧室空间 你看也有一个壁炉 这边还有它的壁炉 壁炉 对 对 对 然后这边是一个 呃 衣厨 衣厨 然后这边呢 这边是卧室 这边是卧室 对 你看从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基本上把所有的管道全部都铺好了 对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些管道都是新的看见没有 所以确实一个老房子的一个装修最主要就是看里面这些管道 对 是不是完全是翻新过的 嗯 因为老房子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就是内部的这些东西 对 确实是 嗯 所以这也是你看它这主卧的一个效果图 对 嗯 住在这个townhouse有一个麻烦就是真的要爬楼梯 对 你像每天从一楼要上卧室到四楼 这是有点辛苦的 确实是 所以这个房子其实也有它自己的电梯就在这里 哦 所以这个房子是有电梯 对 每一层都电梯 从一楼一直到顶层 对 哇 这个又是一个加分 这又是一个加分项 这个完全是后期加上去 对 是不是 原来是不可能一百多年前是没有电梯的 对 嗯 其实中间的房子主人就一直在不断的维修啊 嗯 这个就是它的电梯 所以这是一个卧室 对 四楼的设计本来这个就是儿童房 啊 OK 其中的一个儿童房 这个有一个像榻榻米一样的平台 这也是可以变成一个双层 双层的 床 然后小朋友可以爬上爬下 对 然后这个房间 这个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露台 对 所以你刚才说的有七个户外空间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这是其中一个 所以这是四楼的一个户外空间 我们现在这个露台是面超南 但实际上可以看到西面的河滨公园 对 还有哈德逊河 是 还有漂亮的落叶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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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s мн m york you have proximity to all the best schools the best colleges you have columbia university barnard you have access to the fine arts lincoln center juilliard the upper west side has much more park space than the upper east because you have both riverside park and central park so you have more access to outdoor space this is a really remarkable townhouse It's incredible. It has six floors above ground, multiple floors that have outdoor space, 15 foot ceilings and 2 parlor levels, a rooftop that has views of the river. This is the Hudson River right now. This home is a white box. All of the hard work has already been done. All the ductwork has done, all of the electrical is done. Everything is already plated up and ready for the final stage of construction. circumstances of construction so there's what I call the golden hour of construction which is at this point all you're picking out is the aesthetics of the home exactly how you want to live on the surface in other words you designer can come and choose what stone do they want in their kitchen what kind of master bathroom do they want and all of those things can be done very quickly that makes his home extremely special in terms of be offering typical townhouse like this would just take three years to build now you can build this in just one year and that's really the differen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